公民那天已經已經進到第二月 台南市政府環保局因應疫情的變化 在早上設定兩者的交通站和中美地区 來盡興大規模的消毒 市政委員會到台南火車站的視察 感謝親家臨員為了為了保障 我們市民的健康付出的幸樂 也特別提市民眾一定要做好個人的方向 讓疫情早期來消退 台南市政府環保局 在早上設定人流很大 或以及消費交通站中 以及消費典開大規模的消毒 台南市市長環保局 也來到台南火車站 順時感謝親家臨員 為了保障全市民健康 辛苦的付出 也提出往來的民眾 一定要做好個人的方向 現在是變成小心確診者就在你身邊 用這樣的一個規格 跟用這樣的心情來防疫 我覺得其實或許會有一點效果 那以前叫做保密防疫 現在叫保密防疫 口罩戴得好 沒有別的武器 我們只有一個口罩 那手要趕快清洗 車加距離要維持 這樣子才有 有一點點的效果 因為我真的 台灣就這麼小 南來北往的人這麼多 我們今天來到車站 車子是從北部開過來的 也有從南部開過來的 我們真的不知道下車的哪一個人 他有可能是無症狀的確診者 無症狀的代言者 那這個我們真的不知道 所以怎麼樣 就只能戴口罩 恍惚我自己 市長委員會表示 國內出現 甘露員不免的國安 這種情形 輸人優先 目前已經雖然 一中在北部 但是 台灣交通發達 民眾南北往往快速 又又平反 南部民眾 要注意自己的清潔工作 這個班不能不上啊 課不能不上啊 所以大家還是在做 加通這個大眾因素工具 所以大眾因素工具的場站 像車站 火車站 像公務車站 客運車站 這些東西 我們都會去加強做消毒動作 環保局局長謝士傑 表示環保局會 持續配合中央跟地方 衛生單位 這種相關方向消毒的工作 除了看環保局 以及相關 動機管理單位消毒以外 民眾也要做好 主謀健康為何到慣例 記者陳佳生 黨哭 蔡宏不得